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今天让我们来快乐清尝到 适当排除病毒 有益身体健康 第一款是黎明之海 我本来以为它早该上线割韭菜了 结果居然拖到现在 感觉就是实际的预约状况不好 灌水灌太多了 我说你各位啊 真是不乖 还不快点去预约起来 游戏开发上是中国畅游时代旗下的昌龙工作室 入府于去年的7月28号公测 当时厂商还花了大钱 找了我们伟大的神鬼船长 强林代谱代言 但不确定这代言 是不是有签版权的地区限制 还是双方的合约到齐 这次在台版的宣传上 是完全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本人 可惜了这强力的宣传武器 如果能跟上之前他播法庭连续剧 这免费的热度 还不让你们称好称满 而且台湾都知道 一人代言必俗精品 看到都一定要刻好刻满的 入府上架那时候 也是有各路文章 吹捧这款游戏 连什么IGN的关注都来了 但他不就是发了篇文章吗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你友商都能天天登上 纳斯达克的荧幕了 相比之下 你的花样真的是太少了 而宣传依旧是那几套 老掉牙的爆款丰富创新 不意外的爆死老套复古 最后就是买一辆买到镜头以后 发现中国那群克劳务买单 就只好出发来台湾 或者其他国家寻找新的韭菜 周而复始久无止境 游戏的台湾代理商是王国公园 之前代理过一款IP正版受害者 全夜叉耐弱之战 不过很快 2019年5月16号上架 毫不意外的也加入了受害者联盟 短短半年后就坐下 艰难的决定 选狗关门大吉 不知道在今年年底前 还会增加多少成员呢 实在是太令人期待了 另外有意思的是 这间台湾代理的公司负责人 正巧跟那间与自己的跳动 关系匪浅的厂商 艾瑞尔是同名同姓 但因为我们也没什么证据 就只能说是巧合巧合了 只好先不深挖等厂商露出马脚 而游戏开头有个看起来很熟悉的捏脸系统 跟之前十字院的模组 非常的相像 但这类游戏也很常互相套来套去 第三八开来甚至可能是同一套 那我们还是快速略过这一趴吧 首先我们也不能随便尬黑 虽然寻宝剧情很老套 3D建模跟演出也会怎么样 但至少是有动画跟配音的 也是在这种幻片MM中少见的 厂商还有针对历史跟船资续考究 至少船看上去 还真的是有模有样 建筑跟人物的穿搭也真的颇具有时代感 但撇除这些之后 大部分的游戏 依旧是维持着那匪夷所思的超时代水准 熟悉的红点是UI 让你总是点一点点不完 标配自动模式 方便用户解开双手 掏出信用卡 再配上这个经典的韩系建模 搭配万用的传奇风格UI 这在我曾经开箱过的N款换皮MMO里面 都是长这副鸟样 你们厂商对韩国游戏那是真爱 但这风格真的已经过时了 千万别再用了 船的失踪造型也真的是挺帅的 每骚船的气势一个比一个骚 这火花带闪电视觉战力就先加100了 其他游戏内容大多也离不开大航海时代的元素 像是跑船买卖海战等 然后加入了MMO经典的每日打卡作业跟副本系统等 而那看似宣传中经典的海战 也就是个常见幻品MMO中的自动技能对轰 你见过哪个船还可以解控跟减伤的 还真的是传心的感受啊 其他就是尽可能把别人游戏的卖点当作客经典 展现如同海盗般的贪婪啊 除了没有VIP以外 其他你想得到的都没有少 标准的割九一条龙的营运模式 举例像这船的职位 每个可以塞两位 最少就需要20名 你还可以身心突破上去 10抽只要800队员 让你抽好抽满抽到爽直到官府为止 当你以为先下雨航海 虽然看似这辈子毫无相干 但只要有商机 还是能强行杂交在一起的 果然创意还是比困难多是吧 不如改名叫做徐福与海 还能更接地气 你说是吧厂商 而我突然想到之前介绍过的 航海日记全速前进 也是驻打这个航海类的游戏 虽然客经方面比较收敛一点 但我要把内容 是真的不太讨喜啊 今年1月上架以后 在半年也是宣告官府了 这间厂商 大概也是被其他同行跟买量媒体骗了 以为台湾人或者海外钱 看起来真的很好赚 但那都是压缩利润下的产物啊 我们小厂商没硬实力 可真玩不起 再来就是另一款 之前提过的IP改编MO 游戏是依据中国作家猫腻同名小说 所改编成的连续剧为基底 宣称忠实还原了连续剧中的角色造型与场景 如果看过该剧的朋友 在游戏中就会发现不少熟悉的桥段 像这吃鸡腿的部分 是不是回忆都涌上来了 但同时也被毁了 而毕竟当时投资制作方中 有腾讯的一小脚 所以被做成的IP游戏 也早已是命中注实的注定了 陆浦于去年3月25号上架 但营收方面只能说是非常的惨 目前也是面临官府边缘了 开发上市中国盛区旗下的速农科技 盛区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开发之前上架过的那款 《龙之谷2》进化 那它本身也跟腾讯是战略合作伙伴 而台湾的代理商是新秀科技 为中国复兴集团的旗下子公司 之前也介绍过不少他们家的游戏 那最近的游戏 应该就是前阵子林湘代言的那款 正版授权 LUNA 永恒月之国 不过那款我略看了一下上个月的营收 也快速落马了 看来真相定律只是好看不好用 希望厂商不会半年就跑路了 而本次游戏宣称深度联同IP 但我总感觉是绑定钱包更多 在职业选的这边倒还是蛮有趣的 瞎趴的武器动画看起来就很有格调 不过到了人物展示环节后 那一股幻皮胃 有肢一下的就上来了 游戏也有跟上一款一样 经典古老传承的尼连系统 我只能说只要韭菜们对幻皮游戏 还是充满热爱 那这套建模系统 我想将不死不灭勇士长存啊 开头会弄一下不短的剧情 然后就正式进入游戏内容 当然千万不要太期待动画演出的表现了 小点期待就少点伤害 主线除了某些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忘了给钱以外 大部分都还是有配音的 依旧颇具有大厂该有的水准 那游戏大概玩到一定阶段后 就会渐渐回归 你知我知 独眼龙也知道的玩法 自动战斗模式再搭配自动巡路 然后各种与课金挂钩的战力功能 也会慢慢的解锁 厂商现在也真的是挺贼的 怕一开始收割就吓跑人 改走这种温水煮韭菜模式 你甚至也能在这款游戏中 找到过去其他游戏 或者说是那些让厂商成功盈利的元素 满满的天涯明月到一梦江湖的影子 并且号称历史四年打造 我也不知道谁会相信 游玩期间一直会让我想到 之前那款逆水寒的手游版 也是走了同样的路径跟话术复制 王一当时那款也说是开发了很久 但成品不止没有很甩所谓的换皮品质 还做了个差不多的鸟样被人骂是真的也不冤枉 其他就是惯例你可以在那些换皮MLO看到的 不论装备锻造箱砍伙伴宫物等 外加PVE跟排行榜 你想得到的元素那是一个都不会少 游戏不定时还会弹个小礼包让你回到现实 超不超值我是不知道 但积少成多的商业策略 厂商向来是比我们都懂 想客戒的话绝对不会找不到地方花 每当我想在游戏中寻找亮点的时候 却发现除了浪费时间以外又都是满满的槽点 至于这游戏的品质是不是真的屌如天 我只能说任厂商虐你千百遍 你依然待他如初恋 同样状况已经上演了千百回 到最后除了那些为了宣传的城墙烂调 至于玩家的体验是什么也没有 结论 IP毕竟三件事 出生换皮死亡 厂商总是不断想搞创新包装 噱头十足的广告词 找来艺人配上IP打造流量创造话题 但最后仍如昨日参后的成果 消失在暗下冲水的瞬间 结束他既不淘气又有短暂的余生 最后稍微讲一下 每个月初的营收月报 我关于都会先等个几天 让数据平台充分更新一下 所以通常都会慢上一会儿让子弹再飞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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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